我是昨天刷抖音的时候刷到的 也是当地的一个自媒体人 然后他传上去一段视频 他就说在云喜台这块 有一大片向日葵花海 但是我没注意他那个视频是什么时候排的 也许排的时间比较久了 今天早上我就迫不及待的来了 倒了两遍车才到这 但是我到这一看 没有多少是开花的 都低头了 但是我知道了这块 我也看到了这么大一片的向日葵 站到这块确实心情挺高兴的 朋友们 特别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千万不要觉得这一天没有意思 我的一天就是 尽量让自己过得有意思 今天由于这个车它六点钟才第一班车 所以我就没着急出来 我六点半从家出来的 然后倒了两遍车到的这块 我估计现在可能得七点半了 我没看时间 然后一会儿回去再去一趟市场或者是逛一个超市 逛一个比较大的超市 这样就得九点多钟了 回家洗个澡 然后就快十点了 快十点以后我再编辑一个视频 我的视频没有存的都是当天录的 然后编完视频传上去也得一两个小时 就中午了 中午我休息一会儿 睡个觉 然后下午呢 看看电视 就准备做晚间的饭了 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一天没有意思 说的 哎呀这一天真闷啊 怎么这么没意思呢 我没有觉得 你要想让自己过得充实 没有那种没有意思的感觉 那怎么办 你就得让自己走出去 你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满一点啊 到外边去看风景 对吧 看花 看树 看山 看水 其实每一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每一个城市都有 无论大城市小城市 你都能找到你身边 就是说喜欢看的风景 只要你不懒 你能走出去 我认为对老年人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 最起码啊 你那个眼界打开了 然后你看到的都是美的东西 你就把生活当中不美的东西 给它消化掉 给它消化出去 所以说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充实一点 这样呢 你就不会觉得 哎呀我没有意思 我每天就在 哎呀度日如年的那种感觉 另外你白天在床上躺的时间太久了 会伤元气的 恶性循环 晚间你会睡眠不好 你白天让自己累一点 然后晚间会增加你这个睡眠的质量 所以我们老年人啊 切记不要久坐 不要长时间的在床上躺着 一定让自己的身心和大自然融合到一起 这样呢你就会觉得你的生活过得充实 有意思 你看看我今天早晨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现在天好像要下着毛毛雨 如果下雨了我都不着急走 在雨中看这片向日葵花海更美 多好 镜头我切过去你们看看 前的这一片是向日葵 多大一片看看 但是可惜来晚了 过了花期了 这么大一片 花都落了 我昨天在抖音上看到的 说这块有一片向日葵花海 我今天早晨就过来了 这个花叫百日葵 就这个季节 这个花开的正望 这些样的 百日葵 什么意思 开一百天吗 还有紫色呢 紫色 这一片还有花 好大一片呢 好大一片呢 挺大一片 看往那边瞅 这一片全新 今天天气有意 这个还能看出来一点花 没忘卷 落了 里边还有一个 那些像这样的 花都一直落 那些像这样的 那些像情谈 心是云 这一片有的小道 但是我不敢再往里边走 还有青蛙什么的 我害怕 听到资料还在跳 里边还有开花呢 这一块有一个开花呢 这一片还在开的花 来晚了 这个花还没完全 现在只有个别的孩子 拍着花 剩下的都低着头了 我用手给它抬起来的 挺沉的呢 就这样的一个像是 因为这个牌里边 大约有一斤重 挺沉挺沉的 所以它必须得低下头 看看 看看边上这株都已经成了 就是那种黑的小游客 炸油的 这是被别人给扒了 是 是 是